这是干什么 都不去生产 在这儿要闹罢工啊 董事长 不瞒您说 这香前组织的设计稿 我们试了好几次都没成功 您看看 我觉得吧 这活我们是做不了的 你觉得问题出在哪儿了 就新来那总监姓高的那个 挣着自己是个高材生 喝过几年洋墨水 就觉得自己有多了不起 不听劝还不说 还每天一个劲在那儿 吹吹吹吹劲劲劲 今天我们大家伙儿 达成一致了 这气我们不受 这活我们也做不了 他要觉得自己行 让他自己上 我们的意思是 听功 大家别着急 冷静一点 王师傅 你跟我们瑞华合作这么多年 一直很顺利的 这次的难处我理解 可是你们停工了 能解决问题吗 影响了香范组的进度 影响了香范组的交货期 损坏的还不是瑞华的声誉吗 董事长 您说这些我都明白了 我也不想损害瑞华的声誉 可这实在是做不出来啊 除非 除非 董事长您看啊 这个是香范组 另外一个设计师的设计 我觉得经过它修改完以后 这个款式简洁雅致 而且工艺的实操性 也提高不上 我看这高杰啊 应该是香范组 唯一的一个明白人 那你为什么不把这个修改方案 早一点拿出来啊 董事长您想 唯一的一个明白人 都会贬到咱们这儿来监工啊 你再把修改方案拿出来 这不是等着被人穿小鞋吗 还有这样的事情 我决定了 既然工厂迟迟交不上样品 不如换掉工艺室 不如换掉工艺室 你想换外面的工厂 没错 通过比赛 我虽然打响了国内的知名度 但是大众是坚望的 如果我的产品实时不能上市 他们很快就会忘记 既然瑞华的工人记忆不行 那就找外面更有能力的人来做 换工厂不是个小事啊 不过你说得对 如果他们做不出的话 从商业的角度上来说确实得换 只是现在 找好的工艺室没这么简单 这个你放心 工艺室我已经找好了 可是预算方面也有问题 我们要找其他好的工艺室 就意味着我们要有额外的支出 我们乡亲组刚刚起步 公司给的资金有限 我们得重新调整预算 总不能影响失大吧 瑞华这点钱都不肯出 好吧 那钱的事情我来解决 汇信系列绝对不能落后 你觉得呢 其实按理来说 工厂不会发生那样的状况 那些工艺师傅 都是爷爷当年一手培养的 而且 就算瑞华再难地设计好 他们都做得出来 这份日积月累的信任 如果突然换掉的话 你觉得董事长会怎么想 不是我们随随便便说换就要换 是他们的能力确实不行 打不出样品来 我相信董事长能力进来 只要我们三个好好解释 他会慎重考虑的 正是因为用了这么长的时间 所以大家都习惯了 觉得他们做的都是对的 正好通过这次机会来进行改革 凡事都有第一次嘛 再说奶奶也不是一个 没守成规的人 我觉得还是需要 跟工厂沟通一下 毕竟苏金组跟他们合作了 这么长时间都很顺利 我们相见组 刚刚开发新系列 就要换工厂 怕有心之人就说 我们能力有问题啊 什么意思啊 你是质疑我的设计能力吗 高辉啊 你就这么确定 你的设计稿没有问题吗 关键来吧 才能 spreading 啊 什么意儿 我是来看看你们乡线组的打烊情况的 你们都坐下吧 正好王公今天来了 我倒想问问样品做得怎么样了 你就是高辉吧 我今天来就是想告诉你 你的设计很有问题 我们做不了 什么问题啊 是我的设计图不够精确呢 还是你们看不懂 你的设计图的确很精确 但是问题也特别明显 既然董事长已经知道了 王公今天也在这儿 那我索性把话说开了 瑞华的工人记忆不行 我们打算找外包的工厂来打烊 外包工厂 你开玩笑了吗 我告诉你 我敢说在这个市场上 没有任何一家工厂感情有问题的图 这是很基础的问题 我作为设计师 我当然知道作品要通过打烊来实现 可我之前的设计师拿过大奖的 明明是你们不是我 还说我的图纸有问题 我不是到这儿来听你们解释的 设计和打烊是一个互相成就的过程 不是互相埋怨 你们团队有更好的方案 你们为什么不采用 我们有更好的方案 余芝 你是这个项目的全权代表 你没有把控好你们的团队 我对你非常失望 你把高杰叫进来 叫他进来 叫他进来 高杰 进来一下 董事长好 我对你 verlink 高杰 你把你的方案跟大家说说 原来的设计对于线条的要求过高 在实操中不便于呈现 所以我把它简单化了一点 也方便打烊 这和我的设计是比较高的 你凭什么破坏我的设计啊 设计是可以探讨的 不要首先就否定人家的想法 我今天在这儿 不想谈工艺和设计的问题 我想说的是 高捷是来推进这项工作的 作为你们就应该有感谢之心 董事长 我的设计稿没有问题 换人家工厂一定能做出来 设计稿连基本的样品都打不出来 更别说成体生产了 听说你在外面找外家工厂 到处说我们瑞华的工厂工艺不行 这些工艺师都是我带出来的 怎么 你瞧不起瑞华的工厂 或者说是你瞧不起瑞华 还是瞧不起我 董事长 高慧不是瞧不起瑞华 更不是瞧不起您 他只是太在意作品的本身 够了 设计师不光只是画一点漂亮的设计图的 你必须要懂得如何把它变成现实 变成样品 成批生产 如果我们镶嵌组的首席设计师 不能任人危险 没有顾全大局的眼光 那我看我们还是要另请高明了 董事长 是这样 您看 敢于打破传统 勇于创新 这不正是证明高慧是一个好的设计师吗 他只是有些年轻 心高气傲 而且你说的话 我们也都听进心里去了 我们下次一定及时改成 这不是国家家 还有下次吗 还有机会吗 我们瑞华的产品是要成批生产的 样品有一点的不对 那后果就不开设想 你看这次停工 那就说明这个问题不是个小问题 可能会毁掉镶嵌组 对我们瑞华也是有伤害 是个大问题 你刚进公司 这是你的第一个项目 你就搞成这个样子 你让我以后怎么相信你 董事长 董事长 我应该尽早去发现问题 解决问题 我知道错了 这个项目不能再拖下去了 这次就按高杰的设计方案执行 高慧你不是让他盯着工厂吗 慧心系列 从样品到成品上市 就有高杰全权负责 是 董事长 我会努力的 不会辜负您的信任 这上头顾着的任务我们也很为难 打烊如果出不来 这锅到最后不是还是我们背吗 所以你们不能坐以待毙 应该把问题反映给上级 让他们都知道 打烊不出来的责任 应该是在谁那里 我倒是想 可我找谁说去啊 我有个建议 去找董事长申诉 我本来只是想让王军 找董事长申诉 这样就可以按我的修改方案来做 可是工厂怎么会闹到停工这么严重 现在这件事还连累到了余志 害她被董事长责备 我该怎么去跟她解释呢 好 余志 下班后将边见好吗 高杰 高杰 你可真厉害 方案修改得那么好 董事长那么挑剔的人可都夸你了 没有了 没有了 我就只是提了一个小小的意见 别谦虚了 董事长可都清点你主控这个项目了 以后你还不是平步清云 对啊 我们都得靠你呢 高杰 恭喜恭喜 没想到 你居然能让董事长亲自为你说起来 看来咱们这公司真是出了个人才啊 董事长只是为公司的项目考虑 叶总监你想太多了 干活干活 设计师最终看的还是水平 而不是有谁支持 高设计师说得对 一切还是要回归设计本身 就算有董事长支持你的新方案 是不是真的合理 也不是你一个人说得算 我很期待你的成品哦 我这怎么牵眼 奶奶要我授权高杰去改高会的设计 以她那新高气候她怎么可能答应 她不接受也得接受啊 我们公司要的只是一个被认可的设计 这也是我们当初找会心的原因的 现在既然奶奶出面了 那就证明高杰的设计能力是可以的 我们既然可以用高杰 为什么非要用高会呢